那么下面对于这个原则性和这个灵活性的统一 对这个问题我也想再多讲几句 那么所谓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 它主要是讲什么呢 就是要求各个国家在进行相互交往的时候 对于自己的一些既定的原则 一些规范 一些惯例 不能够把它永远看成是绝对不可以改变的一个框框 我制定了一个什么原则 就绝对不可以改 而应该怎么样呢 而应该在无损于国家这个主权 无损于民族罪言的条件之下 根据不同的条件 采取一些必要的灵活的一些措施 给对方一个回旋的余地 不能说我坚持我支持 强调我的原则性 我制定一个什么东西永远不能够改变了 要达到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 那么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 在国际交往当中 是吧 就有的时候需要互相妥协的 是吧 谁都不妥协 那永远达不成协议 那么这是讲到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 那么前面我还讲到了 这个民族性传统性 和国际性时代性 相统一的原则 那么这也是在把握国家和国家之间关系的时候 需要掌握的一个重要的原则 那么所谓讲到民族性 是吧 传统性 它是讲什么呢 它是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之所以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是因为这个国家具有着和其他国家所不同的民族传统 有不同的民族习惯 有不同的民族气质 那么这种不同的这种民族的传统 民族的气质 是必须要保留的 如果说认为自己的民族这些传统东西 民族的气质都不需要保留 那成了什么 民族虚无主义 是吧 就是数典忘足 那么这是不行的 也就是说民族性传统性 是吧 它是一个国家和是一个民族的一个根 这个是不能够轻易丢掉的 那么如果说就国际交往而言 一个国家的民族性传统性 它又是国际性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是吧 没有民族性 没有传统性 就谈不到什么国际性 谈不到什么时代性 那么这是一个问题 我们讲要坚持 这个国家的民族性和传统性 但是坚持民族性传统性 不是抱权首缺 不是说我不分精华 也不分糟糕 是吧 为股是好 只要是以前的 只要是传统东西就是好的 应该怎么样 应该以一种发展的态度 是吧 不断的进步的眼光 去扬起自己的传统文化 是吧 继承发扬的好的 是吧 那招不得东西 要把它抛弃掉 那么在国际交往当中 真的做到这一点 那么不容易 就是说 抛弃 招不得东西 是吧 发扬这些精华的东西 真的做到这一点 不容易 那么对于一个 有着数千年的 这种文化传统的 有着数千年文化传承的 这个中国来讲 那就更加不容易 这是我在讲到 国家交往之间 应该坚持这个国家的 这种民族性传统性 它的重要性 是吧 没有民族性 不坚持你的民族性传统性 你这个国家的民族 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那么但是我讲的这个问题 还是讲了问题的一个方面 那么它还有问题的 另外一个方面 什么方面呢 就是任何一个国家 它不可能永远的 把自己封闭起来 不可能不从其他国家交往 那么它既然要 从其他国家交往 那么它就必须要遵守 是吧 世界各个国家 都应该遵守的 一些共同承认的 一些国际法律 要遵守一些 必要的一些这种 外交惯例 礼仪惯例 那么在这个外交问题上 在外交礼仪问题上 都应该 坚持这么一种态度 那么我们讲到了 这个外交惯例 是吧 这个礼仪惯例 我们还要讲一点 叫什么呢 就是说 被大多数国家 所接受和认可的 这种外交惯例 或者礼仪惯例 是吧 那么对于任何一个 置身于国际社会的 这个国家 都有一定的这个规范性 和强迫性 这是没有问题 你既然你要参与到 国际大街 大街厅当中 你就要受到 这些国际惯例的 这种约束 它就有一定强迫性 那么这是没有问题的 问题在什么地方 问题就在于 在这个具体的实践当中 是吧 这种国际性 统一性 就是其他国家 要服从这种国际性 服从这种统一性 服从这种外交惯例 是吧 它需要有一个 各个国家 从感知到认知 再到认同的 这么一个长期的 一个发展过程 它不能够以死而救 一些国家提出来的 外交管理 礼仪管理 很可能是正确的 以后历史发展 确实很可能这样发展 那么经过一段时间 很多国家也认同了 很可能是这样 但是呢 也有些外交礼仪 不可能完全被 其他的国家所认同 因为什么 不同的国家 它的这种文化传统 文化背景是不同的 它不可能在所有的地方 大家都取得一个共识 那么说 有些国家所提出来的 一些外交礼仪 外交惯例 是吧 不被其他国家认同 从某个方面来讲 也是正常的 是吧 那么至少 要给它一个 比较长时间的 一个比较反思 是吧 认知认同的 这么一个过程 要给它一个时间 不能够采取 一种战争的强迫 那么以上所讲的 这些内容 是就什么呢 是就外交和外交 礼仪方面的原则 或者理想来讲 从理想上讲 从原则上讲 应该实行什么 国家主权的这个平等 是吧 互利互惠 什么民族性 和这个什么 国际性相统一 是吧 这是我讲的一个 理论上的原则性的 一个东西 或者说 是人们追求的 一种政治目标 那么在实际的 外交领域当中 是吧 这个问题 人类始终没有解决好 就是现在社会 人们也没有好几 没有很好的解决 国与国家之间 交往的这些基本原则 是吧 国家平等原则 互利互费原则 这些原则 都解决好了吗 没有 我们现在人 没有解决好 一百多年之前的 十九世纪 人们更没有 解决好这个问题 那么清少统治者 在同外国交往的时候 在中外礼仪之争当中 坚持自己礼仪的 民族性传统性 怎么说 没有错 不能说他是错 那么但是他 也有他的 这个错的地方 他错在哪 他错在 不是说错在 他坚持这个民族性 传统性方面 是什么呢 是他没有把 中国这个 礼仪的这种 民族性和传统性 与国际性和时代性 有机的联系起来 他是把它隔离起来 甚至对立起来 那么这样 坚持的所谓的 民族性传统性 实际上变成了什么呢 这变成了一种 不顾客观现实的一种 僵化 僵化思想 一种教条 那么清政府 这种不了解世界形势 学教自大的心理 不但严重的阻碍了 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是吧 给中国人民 给中华民族 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不但是这样 而且使得清政府 很难助新的时代活力 只坚持自己传统的旧的东西 没有把坚持民族的 坚持文化或者礼仪的 这种民族性 传统性 和它的国际性 时代性联系起来 这就使得中华民族 失去了一个发展进步的 这么一个机会 那么同时也使清政府 很少这种活力 很难助入新的活力 那么这样呢 又从根本上 扼杀了中国这种 文化 或者外交礼仪当中的 这种民族性 那么因此 外交礼仪 同样应该是与时俱进的 与时俱进的 那么以上 是我们 就整个人类历史发展 这个历程 对它做了一个考察之后 就是论理得出来的一个结论 前面我们讲到 同志朝 中华礼仪之争 是吧 我们讲到 中华之间的这种 是吧 是之非非 那是什么呢 是就是论事 得出来的结论 现在我们把我们的目光 放到整个东西方 这种文化的差异 讲到了国际交往 之间的原则 是什么呢 我们是就是论理 得出来的结论 我想我们 对这些问题 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 才能够有可能 对中华礼仪之争 做出一个 更接近客观实际的 这么一个结论 那么这是我讲的这个 关于这个同志朝 进见礼仪 进见礼仪之争 以这个客观 以这个历史的回顾 当中的一些主要内容 那么下面呢 我们一起学习 戊戌时期 清廷 进见礼仪的改革 那我们都知道 这个戊戌变法运动 它是一场呢 涉及到政治 经济 军事 思想 文化 是吧 各个方面的 一场爱国界王运动 是吧 那么同时又是一场呢 政治改革运动 那么一百多年来 我们国家的史学工作者 对戊戌变法进行了 深入的研究 是吧 很多论文 很多著作 那么都出现了 可以说 论述的问题很多 论述的这个 深度 是吧 那么也是很 很深入 那么但是有关 戊戌时期 清政府 在禁建礼仪问题上 做了哪些改革 对于这个问题 史学界 还没有专门的 这个文章来进行论述 那我想就这个问题呢 谈谈我个人的 对这问题的理解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 第三讲 分几个问题讲 首先讲第一个问题 传统理智冰山的消解 传统理智冰山的消解 那我在前面反复再讲一个问题 就是几些年来 是吧 由于中国社会制度的先进 经济的发达 思想文化的博大精深 是吧 经过很长时间的这种历史演变 在东亚地区 形成了一个 以中国为核心的 这么一种中藩国家关系体系 那么与此同时 也形成了 同这种中藩体系相适应的 一些政治伦理观念 那么按照这个传统的中藩观念 是吧 中国的皇帝 是不接见外国的使臣的 就除了这中藩国家的这个 朝共使 不接见外国使臣 那么中国政府的官员 也不同外国的官员直接打交道 就是没有皇帝的命令 中国的官员是不能够 同外国的人进行相接触的 那么这是中国古语当中所讲的 人臣无外交 那么近代以前 是吧 我们讲了 清政府 由于各种局限 是吧 把这个这个周边的这些国家 把西方的国家 是吧 看成是自己的藩属国 是吧 来话的外国使节 看成是朝共者 那么他有种错误的认识 那么特别是到了19世纪初 英国 法国 是吧 美国 这些国家 西方国家 纷纷来到中国 要求同清政府建立起 近代的国家关系 那么但是这个时候 清朝统治阶级 他的这个政治目光 仍然局限在国内 是吧 还是以一种传统的眼光 去看待这些陌生人 是吧 来到自己天堂大门以外的 这个西方的这个陌生人 那么最初啊 这个清政府啊 就是对于这个外国人 采取了一种不屑一顾的 这么一种比喻的态度 是吧 就是他们 不同外国人发生任何联系 那么他们把中外关系 更多的是看成一种什么呢 一种商贸关系 而不是国家之间的 近代的国家关系 看着一种商贸关系 那么既然中外之间 是一种商贸关系 那么这种关系 就完全是由中国的商人 从外国的商人之间 进行完成 是吧 清政府 政府官员 是高高在上 出在一种超然的地位 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 西方的资本女国家 不满意清政府 这种闭关祖国政策 是吧 那么在1840年 对话发动战争 用战争的形式 打开了中国大门 那么这样就迫使清政府 必须要同他建立起 一种近代的国家关系 或者建立起 一种不平等的国家关系 那么实际上 在第一次鸦皮战争期间 英国 法国 美国公使 就提出来 他们的公使要驻京 要进见清朝皇帝 要成立国书 那么咸丰朝 也是这样 那么后来咸丰皇帝 病死在热河 是吧 他的儿子 五岁的儿子 载纯继位 那么这个载纯继位 是由两宫太后 慈安慈禧太后 来纯联听政 叫做幼主临朝 两宫太后 垂帘听政 那么就为清政府 拒绝外国公使的觐见 提供了一个 可以利用的一个口实 是吧 皇帝很小 没有办法处理政务 两宫太后 是吧 都是女人 她们不能够接见外国使臣 是吧 中国讲什么 讲男女有别 中国的大臣 都不能够随便 见两宫太后 你外国使臣 更不能见两宫太后 这是为他提供的一个 拒绝外国使臣 觐见清朝皇帝的一个理由 那么到了这个1873年 我们讲了 1873年2月 是吧 同志皇帝 已经成年了 大婚 结了婚了 然后亲政了 那么第二天 是吧 英法 美俄 德 等西方国家的公使 联合照会清政府 照会清政府 讲什么呢 说入境一事 就是觐见清朝皇帝这个事情 是事情切药 要求通清政府 要商定有些觐见的 有关礼仪的问题 那么这样中外双方 那么仿佛仿佛的讨论 我们前面讲到了 讨论了三四个月 那么最后呢 是以一个简明截略的形式 基本上就禁见问题 达成了一个共识 那就禁见呢 是采取叩头啊 还是鞠躬啊 什么时候禁见呢 就一些基本问题 达成一个共识 那么但是外国方面 对于这个 简明截略 仍然表示不够满意 那么尽管不满意吗 就是在禁见的问题上 还是基本上 那么达成了一个 共识达成了一个协议 那么6月14号 清政府就颁布了一个上誉 这个上誉说 经这个总理各国事务 衙门的这个奏请 是吧 诸经各国使臣 诚请禁见 成帝国书一辙 现在既有国书之 诸经各国使臣 着准其禁见 这什么呢 说经过总理衙门的陈请 这个奏请 说现在 凡是住在北京的 携带有外国的国书的 这些一个诸经公使 仍以他们来禁见 同志皇帝 那么73年 我们前面讲到了 73年的6月29号 日本大使 以作一礼 禁见了同志皇帝 西方五个国家的公使 以鞠躬礼 禁见了同志皇帝 那么这次禁见 我们前面讲到了 是中外离之争的 一个重要准则点 就是中国实行了 几千年的这种礼制 就是外国使臣 建中国的皇帝 必须行三国九国大礼 必须行贵外礼 这种传统的礼制 在1873年6月 那么已经 开始崩塌了 就是讲到 中国传统礼制 已经开始出现了 崩塌的这么一种现象 这传统礼制 已经不能够再坚持 坚持下去了 那么这个时候 传统礼制的冰山 虽然已经开始崩塌 但是没有立刻消解 这问题没有完全解决 中外之间 在禁见礼仪问题上 仍然存在着很多矛盾 仍然在进行 不断地进行交涉 那么同治朝 各个公使 觐见了同治皇帝之后 是吧